民進黨執政之後 只有四個字可以總結 就叫做吃相民憾 不但在官位上 在國家資源上 甚至於連日本疫苗來台灣 都出醜出洋相 紛紛出來懶崩 但問題是 為什麼郭董的五百萬劑 你們要擋掉呢 為什麼佛光山的嬌生疫苗 你們要擋掉呢 各位 郭董沒有跳票 他說要原廠直接到台灣 正品出品的BNT 他說七十二個小時之內 就背脫所有衛福部所刁難的眾多文件 他都做到了 但是是我們的政府 朝令夕改 一三五二四六不一樣 陰人設計 而且百般刁難 每天創造無中生有 各種不需要的障礙 刁難民間捐贈予人 本來 郭董的五百萬劑 提出來了以後 你看 馬上就有佛光山 現在郭董跟佛光山被擋之後 本來 聯想幫忙的慈濟 現在開始卻步了 台灣的八大工商團體 想要普篩 想要疫苗 現在大家通通止步 所以 民進黨 不要再吃相難看 不要再爭功偽過 你們才是今天台灣疫情惡化 最大的元凶 請戴罪立功 在這個星期之內 立刻 放行 郭台銘的五百萬劑疫苗 以及佛光山的嬌生疫苗 相信未來 在他們兩個開路之後 會有更多的民間團體 會有更多的民間企業跟進 台灣沒有政府 沒關係 台灣人民自己救自己 白總統 請你看看今天的數字 今天累計確診是 一萬零四百四十六百 第一次在中華民國的歷史上 排染病 這首第一次超過一萬個人 確診 我們死亡的人數 已經到了一百八十七 我不知道什麼樣的數字 才會把蔡總統你的良心灌回來 陳志忠 看看這個數字 我看你每天在武漢肺炎的時候 撥到死亡人數臉都是紅的 我覺得光紅還不夠 看看自己的心是不是黑的 全國的百姓 大家都陷入到這種恐懼之中 我們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有人超過二十四小時沒有睡覺 我們的警校每天在協助勤務的時候 也非常非常的辛苦 他不知道會不會染疫 其實他打了疫苗 可是回到家 他敢去擁抱他的家人嗎 我們其實要的非常非常的卑微 我們要的就是疫苗 對美國給我們疫苗 我們感謝 日本給我們疫苗 我們感謝 Cowars給我們疫苗 我們感謝 誰給我們疫苗 我們都感謝 只要WHO認證通過的疫苗 誰給我們 我們都要感謝 從郭總 火光山說要捐贈我們疫苗 快一個禮拜了 陳時中現在充分享受了 黨人與快樂之本 他拼命在黨 快篩 他不讓真實的數字 讓社會在社會上呈現 他拼命要黨疫苗 想要證明他是台灣的老大 他擋疫苗 可能是希望高端去發財 陳時中部長 蔡英文總統 你們要錢 台灣人民會給你錢 你要300億不夠 我們再多給你錢 沒有關係 老百姓只要一樣東西 老百姓只要活著 活著 安心 老百姓只要活下去 我們只要這個東西 你要錢 你要錢 我們通通給你 陳時中部長 陳時中指揮官 後面的蔡英文總統 你聽到了嗎 你要錢 我們給你 我們只要命 我們只要家人的安全 你還有良心嗎 你們 如果你有良心的話 趕快 采放 讓郭董的疫苗 讓國關山的疫苗 買自己持續的疫苗 趕快讓他們通過 我們需要活下去 人民要的真的很卑微 人民只要活著健康 人民只要活下去 我們從昨天 今天是第二天 我們這個禮拜 每天都會來 我們每天看你的良心 有沒有活過來 我們每天來看 你的良心有沒有變黑 從變黑到變紅 人民真的是很痛心 人民會把你所作所為 都把它記在我們的心上 你還要我們再等三個月嗎 台灣的老百姓 還能等三個月嗎 你來到深深 要哪一個賬一次 他的股票 每天藏紅嗎 蔡英文 再次再次的請教你 不知道你的良心 是哪個顏色 我們這個禮拜 每天都會來 再次跟大家報告數字 到昨天為止 是一萬四百四十六個人確診 今天我跟各位報告 非常可能會超過一萬一千人 我們的死亡累積數字 這些人 這些人的家人 一定會跟你討命的 一定會要求國賠的 是誰讓他們死亡 是誰讓他們確診 諾富特 人家告訴你會有問題 兩個半月你都不去查 范雲 你給我記住 你也要求到三加十一 你們這兩個政策 就是讓台灣 陷於死亡之中 陷於恐懼之中 蔡英文 陳時中 范雲 我們永遠會敘述你的 我們永遠會敘述你的 好 我們要 總之 不好意思想問一下 因為昨天晚上 那個聯電董事長 曹欣誠 曹欣誠 聯電董事長 曹欣誠 有對藍營做一些批評 你怎麼看一下 的情況 我不知道 我認識的曹欣誠 那是哪一國人 我不知道他是 中華民國人 還是 還是哪一國人 如果他是新加坡人 麻煩不要拐台灣的事 新加坡的人 幾乎都打了疫苗 我不知道 曹欣誠先生 你有沒有打疫苗 如果你跟蔡定貴一樣 打了疫苗 回來要求我們人民 你要勇敢 我真的也問 我要問一句話 你的良心是什麼顏色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認識的曹欣誠先生 在賣古董 賣一個古董 就可以賺好多億 看你賣古董的時候 有沒有把 有沒有想 你額外賺的錢 把它捐給台灣老百姓 來買疫苗 郭台銘比你搶一百倍 比你搶一千倍 比你搶一萬倍 星期錄 殹記還好 re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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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family 和電節 麵 與氏 禸 智青